最强先婿 一位身怀绝技的修仙少年夏山 因家族安排成为一名附加千金的未婚夫 他的未婚妻却是校园中的绝美校花 无数人仰慕的对象 在这段婚姻中 他不仅要面对来自各方的挑战 还要应对许多恶少和情敌的阻扰 最终 他用自己的实力与智慧 化解重重困难 成就了史上最强的先婿 第一章 下山之行 柳青 名门世家的修仙少年 自小被家族安排修炼 经过十年的苦修 他已经达到结丹旗 拥有无比强大的实力 然而 家族因为某些原因安排他下山 并且准备他成为一位附加千金的未婚夫 柳青面对这样的安排 虽然心中不免有些抗拒 但他知道这是家族的决定 他不得不遵从 在一次下山的旅途中 柳青来到了繁华的都市 他被带到了名门大家族的豪宅 迎接他的是未婚妻 美丽的校花林梦奇 林梦奇不仅是校园中的明星 还是无数男生仰慕的对象 他的美貌与才华都令人称赞 第二章 初遇风波 柳青初到都市 对于这里的生活一无所知 然而 他的到来立刻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林梦奇的前男友 全是滔天的富二代张天宇 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先婿颇有怨气 他嫉妒柳青的存在 并且故意挑衅 试图让柳青难堪 张天宇雇用了一些的匹恶哨 准备对柳青进行一番教训 然而 柳青的实力远超张天宇等人的想象 他毫不费力地揍到了那些恶哨 让他们在地上哭爹喊娘 这一幕震惊了整个校园 也让林梦奇对柳青刮目相看 第三章 情敌与挑战 随着柳青的名声逐渐传开 他的敌人也越来越多 除了张天宇 还有许多情敌对柳青新生极度 时常对柳青进行挑衅 这些情敌中 有的是富有的商人 有的是有权有势的官员 他们都有自己各自的阴谋 想要挤掉柳青 争取林梦奇的青睐 在一次大型宴会上 柳青面对了一个名为李明的情敌 李明拥有极高的背景 并且掌握了一些黑暗力量 他以不正当的手段 试图对柳青施加压力 然而 柳青却不仅不退缩 还在宴会上揭穿了李明的阴谋 让他丢尽了面子 第四章 突破与陈九 随着时间的推移 柳青在都市中的地位逐渐稳固 他利用自己的修仙技能 帮助了不少需要帮助的人 赢得了民众的尊敬 林梦奇也在柳青的影响下 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两人的感情也逐渐升温 然而 柳青的挑战并没有结束 在一次意外中 柳青发现了一个暗藏的敌对势力 这些势力对于他的存在心怀忌惮 试图对他进行最后的打击 柳青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修仙能力 克服了各种困难 最终击败了这些敌对势力 保护了林梦奇和整个城市的安全 第五章 圆满结局 在击败了所有敌人后 柳青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新篇章 他和林梦奇的感情越来越深厚 两人最终成为了一对幸福的夫妻 柳青也在都市中建立起了自己的事业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先婿 在繁华的都市中展现出了不凡的风采 柳青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修仙能力 更是因为他对家人和朋友的真诚关怀 以及他在面对困难时不屈不挠的精神 他的故事成为了都市中的传奇 让人们对先婿这个身份有了全新的认识 柳青的故事告诉我们 不论深处何的 不论面对何种挑战 只要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智慧 勇敢面对困难 最终一定能够成功 无论是面对恶少还是情敌 柳青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真正的强者永远会在风雨中站立 最终迎来光明的未来